世宗中国大亨与中共秘密联系被曝光 中国龙年流行断侵 学者分析利弊 情人节 中国盛行 骂行恋爱脑服务 向日本示好 金宇正给岸田文雄访问朝鲜开绿灯 罕见并生命斗士 律师陈俊翰离世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文 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五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大亨徐金华曾在非洲经营石油王国 在2015年的10月份 徐金华在北京一家饭店 被强行带走 自此失踪 但是和他有关的案件还在香港审理 自由亚洲综合法庭文件独家调查 在2月15号发文披露徐金华隐藏的中共代理人身份 徐金华落马之后 国内媒体称呼他为战争之王 用这部同名电影来比喻徐金华 一个身上贴着石油 军火 间谍 制裁等等标签的神秘人 通过暗中掌控的金钟集团 把非洲的安哥拉作为根据地操控一个黑金帝国 涉足石油 天然气 把安哥拉变成了仅次于沙特的中国第二大原油进口地 还活跃于朝鲜和俄罗斯 英国《金融时报》更是提出 徐金华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 疑似为经济间谍 自由亚洲15号发文说 徐金华实际上是中共渗透安哥拉的代理人 徐金华失踪之后 他的前合伙人罗芳红 起诉徐金华的妻子冯婉云争夺对商业帝国的控制权 案件目前仍然在审理之中 自由亚洲获得香港法庭的记录 其中 罗芳红详细讲述中共政府如何利用金钟集团进入安哥拉 罗芳红说 在2000年代初 安哥拉刚刚结束了长达27年的血腥内战 中共看到了打破美国在非洲及安哥拉的战略模式 争夺石油资源的机会 于是 罗芳红与徐金华按照中共的秘密指示 利用自己与时任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的长期友好关系 借一次竞标打入安哥拉石油市场 罗芳红说 自己那时直接给中共中央工作 安哥拉是一个石油储量极为丰富的国家 但是中国政府进不去 安哥拉石油当时的主要控制者是英国 美国 法国和意大利 所以中国政府当时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其他渠道 进入这个国家获得资源 罗芳红和徐金华必须用一个私企作为伪装 以便骗过中共的对手 罗芳红说 那时候的中国最初每天只能从安哥拉得到1万桶石油 经过我们的努力 我们每天可以得到40万桶 现在安哥拉的石油绝大多数是流向中国 自由亚洲说 北京一直否认徐金华及其公司与中共政府存在联系 但是罗芳红的证词打破了北京的谎言 由于目前安哥拉正在针对该国两名将军进行贪腐调查 罗芳红的证词可能把北京卷入安哥拉这场调查 自由亚洲披露 安哥拉检察官指控徐金华 罗芳红和这两名将军侵吞了数亿美元 这被称为安哥拉有史以来的最大罪案之一 安哥拉虽然石油矿场丰富 但是百姓并不能够受益 联合国估计 66%的安哥拉人要生活在贫困之中 要么面临陷入贫困的危险 同时 安哥拉受困对中国的沉重债务 基欠中国210亿美元 几乎相当于该国年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 牛津大学法学教授韦德告诉自由亚洲 罗芳红的政策或许给安哥拉政府一条出路 如果徐金华 罗芳红不是私人经商 而是作为中共的代理人 安哥拉可以根据恶债理论向仲裁法院提出请求取消债务 韦德教授说 是否构成恶债有两个衡量标准 一个是这笔款项有没有用于公共利益 二是债权人知道或有理由知道这笔款项不会被用于公共利益 罗芳红透露出更多细节 在两人刚刚开始合作时 徐金华负债累累 护照被中共没收 但是徐金华在非洲有广泛的联系 曾参与 推翻或支持一些非洲国家 因此中共愿意用它 但发改委等中共高层提出明确的要求 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不能归给徐金华 必须在罗芳红的名下 这就是金钟集团股东的名单当中 没有出现徐金华名字的主要原因 新年一般是合家团聚的时候 但是今年断亲成了微博热搜话题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 简单的讲 断亲就是拒绝走亲戚 主要是为了躲避亲友们 催婚催育 不少人宁愿新年假期独自出去旅游 或者是干脆不回家 在打工的城市过年 北漂90后赵晴用化名接受自由亚洲采访 赵晴的家在东北某大城市 赵晴说 很厌烦家里过年的气氛 有不少人给他父母来送礼 要么是求他们办事 要么就是对他们过去的帮忙表示感谢 赵晴母亲的虚荣心因此极为满足 然后就数落赵晴说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你对别人都没有用 没有人给你来送礼 让赵晴特别的无语 另外 赵晴目前没有固定的工作 母亲动辄讽刺他 又穷又废物 但是在亲友面前又要伪装 免得被人看不起 赵晴干脆天天宅在自己的屋里不见人 赵晴还谈到 亲期间不往来 有时是因为家庭矛盾 他说 比如我舅妈 在我外婆以前得肺癌住院快去世的时候 指使她儿子把外婆的医保卡偷走了 现居美国的七零后王先生 老家是河北省高阳县 王先生认为 断亲主要根源是人的道德水平 普遍的滑坡 人更注重利益和眼前的东西 还有 中国人爱面子 好攀比 穷亲戚和父亲戚在一起 就有身份的落差感 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 人口问题学者傅易贤对自由亚洲分析说 中国断亲现象的背后是家庭的原子化 中国古代是皇权不下线 线以下都是由家族自治 而现在都是原子化的家庭 家族稍微强大 政府就很忌讳 原子化有利于国家的管理 另外有很多人为打工谋生 远距离迁徙 所以家庭观念更加的被淡化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社会活力的丧失 易贤贤以火车来比喻中国社会 中央政府就是火车头 靠火车头去驱动 驱动力不够 速度就上不去 而动车就是除了火车头有动力之外 每一节也有动力 那么整个速度就快起来了 易贤贤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很难扭转 同时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整个人类文明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回归才能够解决 2月14号情人节期间 淘宝路边社数据显示 网购平台淘宝上 骂醒恋爱脑服务订单数暴增 据星岛日报报道 从情人节前一周开始 骂醒恋爱脑的订单数相比平时增长超过三倍 店家透露 月收入最高达到人民币4万元 而主要客群是年轻的女性 收费按时计算 一般15分钟收费人民币10元 包日狂骂24小时 要人民币1100元 恋爱脑是近年流行的网络用语 一直陷入热恋中无法保持理性 同时也缺乏主见 生活中仿佛就只剩下了爱情 骂醒恋爱脑的服务因此而生 这种服务实质是为客户提供情绪价值 在淘宝上搜恋爱脑就能找到大量的这类商家 销量排行榜靠前的商店显示已经卖出2万多订单 有上千则的评价相当的热门 提供这项服务的江南说 每到情人节 七夕都会有 陷入爱情不能自拔的人都明白 也想挣脱 但只靠自己的力量又远远不够 就需要一个人来给自己鼓励和支招 朝鲜领导人秦正恩的包媚金宇正15号发表谈话表示 只要日本愿意改善关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以访问朝鲜 日朝可以共同开辟新的未来 据韩领社的报道 金宇正表示 只要日本不再指责朝鲜的防卫权力 不再拿日本人被绑架问题说事 那么日朝可以走得更近 岸田文雄访问平壤的那一天也渴望到来 不过金宇正也补充称 这只是他的个人见解 朝鲜的领导高层对于改善朝日关系 没有任何的构想 也不关注两国是否接触 韩领社指 朝鲜当局之前就曾表态 只要不谈核武器与朝鲜绑架日本国民的这两大问题 朝鲜愿意改善和日本的关系 但是向金宇正这次直接点名岸田文雄 可以访问朝鲜实属罕见 日本一月初能登半岛强阵之后 金正恩曾致电岸田文雄表示慰问 这是金正恩首次向岸田发送电报 日本政府也表示感谢 当时就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可能使朝鲜想要释放信号 与日本改善关系 岸田文雄本月9日也表示 正开展具体行动 推进与朝鲜之间的领袖会谈 近期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韩国在14日宣布和古巴恢复邦交 被视作是外交的一大突破 外界推测为了在外交上反制韩国 金宇正才有此番言论 台湾媒体16日报道 台湾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被提名人罕见病生命斗士 陈俊翰律师因疑似感冒 引起的并发症 已经在2月11日凌晨不幸离世 陈俊翰律师的家人低调办理后事 年节期间没有对外公布 民进党曾邀请陈俊翰 列为第16名不分区立委 当时陈俊翰表示 即便不在安全名单之内 不论当选与否 他会在任何位置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社会对弱势权益的保障 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选 能让社会注意到 还有很多弱势者 罕见病患者没有平等的机会 民进党表示 闻讯后感到无比震惊和悲伤 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15号说 陈俊翰律师奋斗 励志的生命故事广为人知 他无畏万般艰难 无畏身体限制 仍然勇敢挺身捍卫人权 让许多人得到正面的启发和激励 陈俊翰患有先天性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但是他仍然共读台大法研所 更是取得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硕士 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 长期钻研国际人权 身心障碍政策与法律 被誉为生命斗士台版的非常律师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地位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